印度空军呈全球退役喷气机的器官收割者 据印度经济时报7月23日报道 面对快速消耗的战斗机中队以及新型作战飞机的长期掩误 印度空军正在全球各地争先恐后的购买其他国家退役和封存的老旧喷气机 以加强其现有的作战机队 对于源自英国的美洲暴攻击机而言 寻找机身和被舰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印度空军美洲暴攻击机 印度空军从阿曼法国和英国获得了资产转移 通过拆除零件来确保其现役喷气机队的可操作性 目前印度空军拥有118架美洲暴攻击机 26架被双作型 不过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EL的淘汰 备件短缺和装配线关闭 美洲暴击队的可操作性大幅下降 因此印度空军不得不寻找来自不同国家的机身和备件 印度空军美洲暴攻击机 此外印度空军也在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敲并一项价值15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101亿 拖延已久的重新配置发动机 即升级5个美洲暴中队80架战斗机的项目 这些中队也承担着海上打击和核攻击角色 1979年开始 印度空军从英国引进了40架美洲暴攻击机 随后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获准生产了约150架战斗机 劳斯莱斯A-BOMC-811随着航空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的不断升级 这款双发轻型攻击机 备受劳斯莱斯制造的AB-HR-811发动机动力不足的困扰 发生了多次坠机事故 消息人士称 法国和英国在2005年到2007年间 退役了他们的美洲暴攻击机 不过 印度空军的美洲暴 在获得了新的霍尼维尔F-125N发动机和升级后 可以轻松飞到2035年 印度空军美洲暴坠毁 飞行员死亡 这意味着 印度空军将操作该机56年的时间 目前 印度空军从法国获得了31架美洲暴机身 从阿曼获得了两架机身 八台发动机和3500份备件 从英国获得了两架双座型飞机和619份旋转部件 消息人士称 法国和阿曼免费提供这些机身和备件 印度只需承担运费 不过英国收取了2.8亿卢比 约和人民币2800万的资金 如果阵风能拿下印度空军大订单 退役美洲暴免费赠送 可就赚大了法国非常乐意赠送印度退役的美洲暴攻击机 这批飞机将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负责拆除于今年12月运笔印度 此前 印度签署了78.7亿欧元 约和人民币624亿的订单 向法国采购36架阵风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将在2019年11月至2022年4月间提供 同时 达索阵风也是印度200亿美元 114架战斗机项目的六大竞争者之一 作者署名 拦阻着剑出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